懂小胖视角,朱婷突破能力下降。 三点说明并非如此2019年12月4日。 凌晨的女排欧关半决赛,瓦基福银行队在金局拿到赛点的情况下,被由埃可努领衔的诺瓦拉队翻盘,无缘决赛。 朱婷在局末阶段没能用自己的进攻得分敲开胜利之门,让很多球迷议论纷纷。 比赛结束后没多久,一种声音在球迷间一出,朱婷突破能力下降了吗?带着这个问题,我们可以来还原一下比赛。 这个比赛的赛制和一般比赛不同,瓦基福银行队第一回合在主场落败,因此这场比赛,客场作战的该队需要以3比0或3比1拿下才能将比赛拖入金局。 换言之,这个夜晚,瓦基福银行队需要迎来两场胜利才能晋级决赛。 诺瓦拉队中,埃格努无疑是头号球星,难球,困难球,多回合防反球,二船都会把球传给他。 与2018年世锦赛时的那个长发及腰的埃格努不同,现在的他发型变了,攻击力依旧那么凶狠。 与去年相比,他在关键球时的刺控能力更强了,不会再出现那么多的失误。 来回顾一下金局。 瓦基福银行队曾以6比2领先,但随后被对手反击,以10比11落后。 此时,瓦基福银行队主教练古德蒂进行了换人,将后排接一船的9号队员换下了接应斯洛特耶斯。 这个换人的目的很明确,让轮四在前排的朱婷不参与揭发球阵容,全力保障进攻。 换人之后,瓦基福银行队的揭发球阵容变为9号,罗宾逊和自由人。 但因为罗宾逊进攻能力不突出,二船在前排,因此瓦基福银行队实际上是处在较弱的一个轮四。 前排两点攻,一旦一船不到位,进攻点只有朱婷一个人。 二船奥兹巴耶自然也知道关键球传关键人的道理。 因此,从10比11落后到瓦基福银行队手握赛点,再到被逆转,他全程都将球传给朱婷,截止传给朱婷一个人。 比者细算了一下,在10比11之后,朱婷连续扣球9次。 要知道,朱婷在此前已经打了一场3比1的比赛,瓦基福银行队在那场比赛中能够胜出,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朱婷在关键时刻的出彩表现。 看比赛的球迷都可以看到,为了赢这场比赛,瓦基福银行队的队员都用尽全力,朱婷的头发上已沾满汗水,这在以前的比赛中是很少见的。 在此前这场3比1的比赛中已经消耗了很多体力,再加上金局绝末阶段连续扣9个球,这对朱婷的体力和精力又是一种消耗。 在这种情况下,朱婷很难每个进攻都能保证质量。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,由于朱婷不是力量型主攻,进攻要依靠的是打点打线,因此朱婷的进攻对二传的传球质量是有一定要求的。 丁霞之所以能给朱婷传好球,是因为丁霞的传球在4号位能立得住,给朱婷选择线路和角度以及发力的时间和空间,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,丁霞的传球力量可以支撑他将球传到正确的4号位。 这场比赛,二传傲自巴耶很多球给朱婷不是特别舒服,一是球没能在空中立住,有相对停住的那个时间点,另外很多球他只传到了3、4号位之间,让朱婷的进攻很难打出更多的线路。 举个例子,瓦基福银行队第一个赛点时,该队拿到了防反机会,朱婷在防标后,奥兹巴耶直接把球传给了他。 刚刚完成防标动作的朱婷,要马上原地起跳,做出扣球的动作,而这个球奥兹巴耶传在了3.5号位,朱婷面对对手两个人的拦网,被拦。 14比13,朱婷进攻直线被防起,埃格鲁后排反击得分。 这个球,奥兹巴耶传到了4号位,因此朱婷有选择直线的可能性,但这个球没能得分。 之后一个球,奥兹巴耶在一传不太到位的情况下还是传到4号位,但传得有点开往,朱婷打斜线出界。 诺瓦拉队这个时候是轮到埃格鲁的强力跳伐球轮,因此该队把握住机会,连续得分。 最后一个球,埃格鲁发球直接得分。瓦基福银行队落败。 在失利之后,瓦基福银行队肯定会进行落败的分析。 笔者在撕存一个问题,金局掘末,将斯特洛耶斯换下,来保障后排,让强攻点只剩下朱婷一个人,这个战术是否有欠考虑呢? 关键球传给关键人这点没错,可是这并不意味着进入关键时刻每一个球都要传给关键人。 排球毕竟是打整体的,朱婷也需要队友为他牵扯对手拦网的注意力。 这场金局的比赛,在换上后排保障队员后,瓦基福银行队的揭发球也并不是万无一失,也有很多不到位的球,使得复攻这点无法打,都只能靠朱婷。 若斯洛特耶斯还在场上,至少他还有一个后排进攻点可以牵扯对手拦网。 也许那个时候他的进攻成功率不会很高,但对手知道你有这个进攻点,不会完全放掉,就不会像这场比赛一样,只要看到瓦基福银行队一喘不到位,诺瓦拉队的复攻就已经准备去拦朱婷了。 因此从以上几点可以说明,不能只靠这场球来判定朱婷突破能力是否下降这个论点。 到关键的世界大赛上再来讨论朱婷的突破能力才更客观。